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昌宇评委 来宣读下一位挑战者的推荐词 首富和平 是他作为一名军人最坚定的训练 十年军力生涯 他无冤无悔 在无数次训练中 将坦克降时技术磨练到极致 帅 什么叫气冠如虹 停的分毫不差 在常规赛的挑战中 他驾驶由我国自主研发的96A型坦克 完成了270度漂移精准停靠入位 精湛驾驶技术令人看为观止 坦克全长11米 整个场地长度为38米 挑战者从100米外的跑道 依次将三辆坦克270度漂移停静车库 即为挑战成功 碰到任何标志物 挑战即为失败 能这么玩吗 坦克 能这么玩吗 坦克 奥特蒜太阻ئ了 pressured 可说 是 可说 要修复了 我要修复了 在一边 要修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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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 漂亮 漂亮 要成功了 漂亮 漂亮 好帥 加油 現在李東馬上要開始第二次挑戰了 剛才我站在後面可能他會有點緊張 因為他可能會顧慮我 這一次李東是完全放開了 我們來看看他第二次感覺怎麼樣 出速度其實非常快 但是在坦克上感受不到這樣的速度 千萬不要把這個玻璃撞碎 封面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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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仔 對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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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棒了 現在李渡馬上要開始第三次挑戰了 現在前後兩邊都有張 這是最後一次挑戰 也是難度最高的一次挑戰 這麼多的距離他該如何挑移 加油李渡 加油 270度轉過來加油了李渡 全力以赴 到這個剎車點 剎車 一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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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花都冒出來 成功了 我宣布我們的李東挑戰成功 所以我們四位評委共同推薦他 成為挑戰不可能第三季年度挑戰王的候選人 坦克兵 李東 觀眾朋友們可以掃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坦克兵李東的故事 一起見證他挑戰坦克车精准飘移位 今天我們的總決賽李東因為要堅守在他的崗位上 所以他不能來到我們的現場 但是沒關係 我們挑戰不可能節目組把總決賽的榮譽獎牌給他送到了部隊 接下來我們就現場連線李東所在的陸軍裝甲兵學院 恭喜 谢谢大家